如果你得到的是流感 流行性感冒的话 这时候你就会开始觉得 咳嗽鼻涕之外 你可能就会喉咙痛 头痛欲裂 发包烧 而且呢有些大人 甚至都还会有全身酸痛 本身就有一些慢性疾病 这些也要特别注意 因为可能会影响到 原本的疾病 对 更恶化 所以我们常常能者遇到 大爱二台 今晚十点 今夜说新闻 嗯